A5的股民对李大肖爱恨交加,甚至还有人喊出活桌李大肖,爱大肖的人喜欢他的幽默风趣,乐观积极,总能在市场绝望之际给大家信心,恨他的人讨厌他贫贫喊多,还贫贫被打脸,一赔钱就把锅甩给大肖。 至于活桌大肖的,就不知道他们要把大肖桌回去干啥了,今天二掌柜重磅套问李大肖,一个犀利,一个幽默,大家喜欢的话,欢迎转发。 德林社的小伙伴,大家好,我们今天请到了一位非常具有争议的首席经济学家,他就是李大肖同志,大肖简直就是一个传奇人物,科技古泡沫。 二掌柜,现在我们看到的李大肖是一个多头,其实大肖在历史上有一个名号,空头派,2000年科技古泡沫的时候,大肖同志第一个站出来,喊出了科技泡沫要破灭的口号,你是怎么在众人狂欢,的时候有勇气,喊出科技泡沫要破裂。 李大肖,当时不仅仅是中国的科技古泡沫,而且是纳斯达克全球性的科技古泡沫。 我那个时候去美国看到一个胆战先进的情况,美国人的二阶已经到了极限,很多人把全部身家都压在了纳斯达克的科技古泡沫上,那个时候是赢率应该改成是梦率。 当时有一句口号,互联网改变人类的生活,但是它的业绩是需要很长时间显现出来的,我觉得任何一个新生事物刚出现时,都会形成一个非常大的泡沫。 而纳斯达克的泡沫已经创历史记录了,我觉得市场已经陷入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境界。 所以当时我提出一个观点叫詹丽芝,泡沫的特征是全体人都去买股票了。 当很多人中午拿着壳饭坐在演讲的台阶上,没有凳子的坐在走廊或道理听讲座的时候,就是顶部了。 当很多人去买报纸杂志,销售一空的时候就是顶部了,当大学生炒股票的时候就是顶部了。 中国市场有几个顶部,第一次在97年,第二个顶部是在2000年,第三次是6124,第四次是5178,这四个顶部里面我表现都是一样的。 很多人认为我现在是多头,其实上可以留意到空方代表人物李大肖,而不是多头李大肖,何时转变为多头。 二掌柜,我就想知道,你是因为进入了英大证券,这个央企才变成多头,还是因为市场学术等方面? 李大肖,其实我到英大证券的第一天就是唱空的,因为那个时候还在6000点附近。 从1664点开始转多,我的功点是6124需要淡薄,1664需要勇气,1664点,我认为是人生之中难得的重大机会。 首先,金融危机到了一个极致,全球都没有信心了,很多国家的政府都没有钱,但是中国政府拿出了4万亿。 我觉得中国的决心和力度非常大,机会就出现了,我认为一个有责任的分析员,应该在大众飞观绝望到极致的时候,当国家拿出4万亿的时候,当我们动用一切力量去救世的时候,不管你原来持有什么样的空方观点,这个时候都应该是多,要考虑国家大局。 第二,当时的物质水平,已经到了历史的低点。 第三,中国还是有潜力,有能力的,事实证明当时的4万亿是中国的经济气吻回升。 大肖,你认错吗? 二掌柜,股在之后,你一直看多,但是大盘从3500,到后来跌破2500,1000点没有了。 很多人说大肖,你应该站出来认错,你认错吗? 李大肖,2015年8月26号,我认为蓝筹股到了底部。 刚才你讲了1000点没有了,但是现在的三振五十,牢牢的站在2018年7月3日的2331点。 请问2331点多,还是1874点多? 蓝筹这一块,我没错,我还是可以满仓稿,绝不投降。 知道我观点的人,首先要知道李大肖是怎样的一个人。 大肖有九个字,做好人买好股的好报,没有做到这九个字的人是要交学费的。 另外要拥抱蓝筹,远离高宫的五类笑,方能实现幸福,美好人生。 买好股票才能保护自己,才能得到好报,好人才能买到好股票,坏人是买不到好股票的。 活桌李大肖,二掌柜,现在网上有很多人喊出了活桌李大肖。 你说他们要在股票里交学费,难道你就不怕他们继续活桌你吗? 李大肖,一个医生要经过十年的学习,十年的锻炼,二十年才能够成为一个成熟的医生。 一个工程师,一个律师,也需要这样的时间,股票投资也需要同样的时间,因为股票投资更复杂。 所以我建议两年储蓄,两年货币型基金,三年混合心基金,再三年指数型基金,再买十年的蓝筹股才可以。 如何对待指责? 二掌柜,我知道你承受了很多指责,悲难,甚至活桌。 这些年,每每遇到这样的事情,你心里是怎么想的,又是怎么熬过的? 李大肖,我觉得首先不能浪费大家的时间,讲一些无能两可的话。 第二,我觉得一个合格的分析员,应该是在大众微观,与绝望的时候给予信心,在大众疯狂的时候给予提醒风险,而不是相反,这样才会对社会有用。 第三,如果给一个股票是给一条鱼,但是告诉他一个方法,是给一个有三点水的鱼,这个才是让他自我成长的好方法。 第四,具体推股票是违规的,也是不合适的,银耳底。 二掌柜,你其实提了很多关于底部的问题,我问你一个词,银耳底的英文怎么说? 李大肖,2015年8月26日,上证五时的1874点,我讲过银耳底,到三水的时候不要把银耳倒掉了,整个市场被关于绝望的时候,还有好股票, 在一片悲观于绝望之中,散户朋友们把筹码交给了大鳄,那次把筹码拱手让给外孙,弱者把筹码拱手让给强者,痛失了好好的筹码。 将来在下一个顶部,散户朋友们就一窝蜂,听那些围攻里大肖的人,那个时候他们就变成一个团队多头去鼓动大家去买股票了,底部一定不能丢掉好筹码。 未来怎么看?二掌柜,现在国家从各个层面展开了旧事行动,你对未来怎么看? 李大肖,首先是在上证五时展开,上证五时在这个地方,已经成为一个长达四个月的横盘底部,开冲经典。 从上证据书来看,外孙进场的速度加快,在把长期资本减弱的速度加快之后,前后公布的一大堆利好政策,就会逐步释放出来。 随着利好政策的逐条兑现,整个市场的信心修复,就会慢慢起来了。 德林社,迪雷是更多有趣有料有爆点的财经故事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